哈利路亚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经文 是一幅所书 第一章三节至第六节 一幅所书 第一章三节至第六节 大家都找到了吗 我们一起来念一下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他在基督里 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 无有瑕疵 又因爱我们 就按照自己意志所喜悦的 预定我们 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 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 所赐给我们的 阿们 今天的经文呢 恩典 荣耀的恩典 是他荣耀的恩典 日语的翻译呢 有一点 就是没有翻译正确 怎么说呢 就是说可能没有翻译的那么逼真 但是在我们中国语的圣经呢 是荣耀的恩典 我们要得着称赞的 就是说从神那里来的一切 我们被创造的一切呢 都是要 创造的神呢 我们都要去称赞的 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存活 并且一直在做功的我们的上帝 创造天地万物的我们的神 我们的神创造天地万物都是有目的的 我们神创造我们的 我们这些人 也是有上帝的计划 从创始之前到现在 都是在上帝的所有的计划当中 愿每个人都能明白主的 主创造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愿每一个人的人生 在这世上生活的时候 也不要一直去彷徨 都要快点的回到主的里面 都能与主同在 同在 愿主的圣灵来引导他们 我们把所有的一切都一托一组的圣灵 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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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造 所有的被创造物呢 都是有被创造的目的的 被创造物呢 就是说 在被创造的这些 被创造物呢 都是有上帝的这个被 都是创造的目的的 那么如果没有被创造的目的去生活的话 他就会被废弃的 当然被创造的时候呢 是需要时间和精力的 直到被创造的这个目的的这个目的的话 那么就会被废弃的 在被废弃的时候呢 这里呢 是不讲任何的情理的 你如果没有达成那个目的 是 那是会被废弃的 比如说 你在扔垃圾的时候 你会不会说 哎呀 你太可怜了 你太可怜了 我不想扔你了 我不想扔你 扔掉你啊 你会不会把这些垃圾都会攒着 抱在自己的怀抱里呢 并不是这样的 那么 就是说垃圾呢 是肮脏的 你如果不需要垃圾的时候呢 你会觉得 这个垃圾 你在扔垃圾的时候 你可能连手都不想去站的 有的人呢 就会 就把这个垃圾呢 会都攒下来 快一点扔掉的 你们扔垃圾的时候 不也是这样吗 会尽快的扔掉 并且在扔垃圾的时候 不想把那些物 沾到自己的手上呢 会 快一点的 并且会赶紧洗手 会尽快的去处理掉的 就是说 跟你在买东西 和你做菜的时候呢 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心情的 就是说你扔垃圾的时候呢 是要尽快的 快要扔掉的 比如说在座的各位 有没有说 把垃圾一直长在家里的人呢 是没有的 天下的所有的人呢 在世上的人呢 说天地万物是自然 自然呢 并不是从神那里而来的 因为自然呢 自然是说自己存在的 那么自然呢 并不是自己存在的 自有自己存在的呢 只有我们的上帝的 不管是我们能看到的 和看不到的世界 以及这世界这里的 所有的一切呢 都是由神来创造的 自有永有的呢 只有上帝的 没有自己存在的 那么只有我们的上帝 才是自然的 只有我们上帝呢 才是自有永有的 自己存在的 这世上的一切呢 都是由神而来 都是由神来创造的 没有自己存在的 只有我们的上帝呢 才是自自己存在的 比如说我们称上帝 称用别的称呼的话 那么可能是说 自神 就是说自己存在的神 自己存在的上帝的 由神而创造的 都是由神而来的 这世上的 所有的一切的主人呢 都是我们的上帝的 并且是 所有的一切的根本 是出处 是由来的 除上帝之外的 所有的一切东西呢 都是由神 被神创造的 只有我们的 自由永有的 我们的上帝呢 是来治理 并且是来创造 这个世上的一切的 那么并且都是有 创造的目的的 特别是呢 人呢 这世上的人呢 神在创造人的时候呢 也都是有目的的 独一的 唯一的 我们的上帝 我们的上帝呢 就说像神 像神一样被创造的 只有我们人的 那么神在创造人的时候呢 是带着什么目的呢 是希望人能成为上帝的子女 并且希望能来赞美神 称颂神的 人呢 我们说人类的存在呢 其实呢 真正是一个荣耀的 一个存在的 神在创造人类的 那一时刻开始呢 这个人呢 是按照神的形象被创造的 所以呢 这本身呢 就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事情的 你们看看你旁边的人 是不是一个非常 得荣耀的人呢 你看看你旁边的人 是不是非常值得 称荣耀的人呢 或者是说 你觉得对方是非常非常 是你的绊脚丝 或者是你们互相 去对骂呢 你们看看你对方 做着的是什么人呢 但是呢 你就算是那么看 你就算是看我 长得是非常难看 你别看我这样 长得这样呢 你别看我长得这样 其实我们这个人的存在呢 是说 是在被创造物当中呢 是一个最好 最高的 在圣经上呢 是这么告诉我们 这个事实的 这世上的书版呢 没有告诉我们 这样的事实 使徒保罗呢 说在我这里 是有这个 耶稣基督的印记的 你们不要来让我 担忧 你们不要来让我费力 那么使徒保罗说 自己是 因为有耶稣基督的印记 所以是自己 也是圣洁的 所以呢 你们不要判断我 只有上帝 才可以判断我的 这个一个宝贵的 一个存在的 因着耶稣基督 因着圣洁的 这个烙印呢 上帝的烙印呢 上帝的子女呢 是自己要本身 尊重自己的 其实这世上 最有 最有价值的呢 就是人类的 大家呢 回家看一看 照照镜子 你们看看你们自己 你别看我长得这样 其实我是一个非常存在 非常一个 至高的存在的 神在创造人类的时候呢 刚开始来创造我们的时候呢 就是说 能与神做交通 能与神做交流的 一个唯一的存在的 只有人类呢 才能与神来相交流 相交通的 我们的上帝呢 是说 按照上帝的形象 来创造的呢 只有我们人的 我们人呢 是像神的 是相识 与神相识的 那么 这世上的 所有的被创造物 当中呢 只有人 才是可以与神 做交流的 才是按照神的 形象去创造的 所以呢 我们人呢 是要 我们人创造 创造人的目的呢 是说 要称颂神 赞颂神的 去赞美神的 但是如果你们 失去了 这个被创造的 这个目的的话 那么这个人的 生活方式呢 就是错误的 你的方向 就是错误的 那么你的 信仰 方式 你的信仰 生活 就是错误的 你的信仰的 这个生活的方向 也是错误的 那就说是 你的目的地 是错误的 有的人说 你活着的目的是什么 你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有的人 有的人是很喜欢吃的 有没有喜欢 非常喜欢吃的 或者是有没有 有没有人说 我是为了吃而活着的呢 有的人呢 一看他吃的时候呢 就觉得是 他是为了吃而活着的 并且他做的事情呢 也是去做着 关于吃的这个事情的 真的确实是 有这样的人的 但是呢 因为他呢 可能是没有一个人 会说 是为了吃而活着的 大部分的人 都是会回答说 是为了生活而吃的 为了活着而吃的 是为了活着而吃 是为了活着而努力的 那么我们说 为了活着 那么只要你的心脏 一直在跳动着 这就是活着的吗 这就是真正的活着的吗 你们为了活着 去奢侈营养 去吃好吃的 是 你们是为了什么而活着呢 就是说 你们是为了去旅游 还是你们是去为了拿 更多的钱 让钱和权去生活呢 大家想一想 我们人是否是为了去旅游而被神 上帝创造的呢 在圣经上没有记得说 是为了让人去尽情地去旅游 而创造的 比如说 人呢 是为了什么而结婚呢 是为了建立个家庭 是为了来生孩子 是为了 难道是为了 是希望有人给你做饭 或者是说两个人一起挣钱的话 可能会涨更多的钱 可能是每个人的这个结婚的 目的呢 都是不同的 但是在圣经上记载的 那是说 这个亚当 他自己独处 看起来是不好的 所以呢 是来给他配了一个 是帮助亚当的 并不是说是 又创造了别的人 而是说按照这个亚当的内骨 取出亚当的内骨去创造的 那么为什么是那么创造的呢 为什么不是说 去创造男人和女人 是分别的创造 而是说 创造亚当之后 然后呢 用亚当的内骨 去创造这个夏娃的呢 在马拉基书当中呢 讲到 在马拉基书当中 圣经上呢 讲到呢 这事上呢 只有一个灵的 就是说创造人的时候呢 是按照一个灵来创造的 在这里并不是说男的灵 或者是女的灵 而是说 上帝是需要子女的这个灵 上帝的子女的灵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我们的上帝呢 正如这样 就是说都是有这个创造人的目的的 并且确确实实的去实行的 我们要明白这个被创造的目的 然后呢 按照这个目的去生活的时候 我们才是一个真正的适合上帝的创造目的的这个子女 会得到上帝的认证 并且会得到上帝的保护的 我们上帝来创造我们人类的时候呢 是说 这个目的呢 是说要去赞美神 称颂神 赞颂神的 所以呢 我们被创造的目的的这些 被创造物呢 是需要去顺从神 去按照上帝的子女去行的 去赞美神 去敬拜神的 盯着这些呢 来得着荣耀的 就说 这些所有的荣耀呢 是需要我们这些上帝的子女去得着的 这就是创造上帝的子女的这个目的的 但是你们如果不这么做的时候 那就说 你如果没有按照这个目的去生活 你没有去赞美神 去称颂神 或者是说 没有按照上帝的子女 应该生活的这个方式去生活 而是按照你的想法去生活的话 那么就说 就像是一个火车 拖轨 是同样的 比如说一个火车 它突然拖轨 那么就说 你的人生就是如同拖轨 是同样的 那么那样的话呢 你就算是前面没有堵车 如果火车拖轨的话呢 就是会不能前行的 可能是你们 有的人是不想去认证这一点 有的人说 你为什么要长那么残酷的话语呢 但是其实呢 人类呢就是这样的 人类呢 如果没有按照上帝的创造的目的去生活的话 那么他的人生就像是火车拖轨一样的 那么那样的话呢 你不管是做什么 你都是没有用的 你就算是想你是成功的 但是其实你是失败的 那么是没有方法能解决这个问题的 哈利亚 那么 为了创造 为了去赞美神而创造的这个人类呢 就是说 如果你不去过适合这个神的子女的 不按照这个目的去生活的话 那么你就会被废弃的 你如果没有按照上帝的这个目的去生活的话 那么结果会怎么样呢 那么你如果没有那么做的话 那么你的信仰生活只是外表的 你的信仰生活是 是否是得到上帝的这个认证呢 你们回头好像看一下你们自己 在现在 现在在这个时期 你们如果不去更改的话 那么再往后呢 可能是已经没有时间了 现在呢 就在此时此刻呢 这世上的所有的人 你们要看一下你们的命运是什么样的命运的 你们一定要回头看一下 今天我们分享的经文当中呢 都是讲到 这是上帝的祝福 上帝的恩惠的 我们说这个人的存在呢 他们都是为了来赞美上帝的 去荣耀上帝的 这是创造人类的目的的 那么为了来赞美神 在这之前有这个为了赞美神而创造的这个创造物 这就是天使 天使路西福 那么他是天使长 他是专门负责这个赞美的 在以西节当中的讲到呢 他是有琵琶 有琴 一起来被创造的 那就说 创造这个天使的时候呢 还创造了这个乐器的 在日本语的圣经当中呢 是怎么翻译的呢 是说琵琶 鼠琴 是一起被创造的 是这么记载的 那么在别的翻译的 一本圣经当中呢 是也是那么记载的 是按原文来翻译的 原意来翻译的 现在在美国所使用的 但是在美国现在所使用的 这个英文翻译的 英文这个原本当中呢 他是取消了 他是抹掉了这个话语的 天使在赞美的时候呢 他们是用琴 他们是用乐器 他们是用乐器一统来被创造的 这个天使被创造的目的呢 就是说来赞美神的 来称圣 送神的 那么按照这个创造的目的 为了按照创造的目的去生活呢 就是说为了来 完成这个被创造的目的呢 这个乐器呢 也是一统来被创造的 那么说人来创造这个 创造人的这个目的呢 是为了来赞美神 但是为了来赞美呢 也是需要乐器的 那么这个天使长呢 他是一直来赞美神 他是最美丽的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就觉得自己也是完美的 觉得自己要去赞美神呢 是觉得挺 自己也是挺可惜的 觉得自己也是挺有能力的 为什么自己要去赞美神呢 在他的心里呢 就是有了这种骄傲的 这种想法的 然后呢在圣经上所 如同在圣经上所记载的 一样的内容呢 这个罪呢 就说他是这个想法 这个罪呢 是从心里 就有了一种这种罪的想法的 那么用实际上 实际上来讲呢 就说在16秒当中 在16秒当中呢 就说他的心里呢 就有了这种罪恶的想法的 他就想我也要想当神 我也要站在比神更高的地方的 那么他在实践之前 就说他在心里就有这种 罪的想法的时候呢 神已经去咒误了他 并且他被甩到这个世上的阴间 在这个黑暗当中 被甩到了这个世上 被甩到了这个地上的 那么 琵琶还有琴 一同被甩到了这个地上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在伊赛亚书第14章当中呢 也 记载的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说 在被创造的时候 他们在被创造的时候呢 他们是非常美丽的 是非常完全的 但是他在被咒诅的时候 被甩到这个地上的时候呢 就说一同与这个天使长 一同被创造的这个 琵琶还有这些琴呢 也都是一同被甩到这个地上的 在现代语的这个翻译当中呢 是说 在现代语的这个翻译当中呢 有的人呢 是 抹掉了这个单词的 就说 一同是坠落在这个 在这个阴间的 那么 信的人呢 在这 在这世上信上帝的所有的子女们 用现代语的这个 翻译来看呢 这是 很重要的一个词语呢 是被 抹消了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撒旦的行为的 这个翻译上 圣经的时候呢 我觉得 并不是说 有学问的人要去翻译的 应该是圣灵充满的人去翻译的 圣灵充满的人呢 如果你们不这么做的话呢 可能是说 会被这个撒旦的诱惑呢 去行 希望你们每个人呢 都是因着圣灵的充满去行的 那么这个 这个天使长呢 他是被甩到这个地上的时候呢 这个 琴和 琴舍 这个琴舍呢 也是一同被扔到这个世上的 那么就说 他们在 以前是在天上的 但是现在是被甩到地上的 他们是坠落的 上帝呢 是创造了 是设立了所有的这个计划的 那么 上帝都是有他的计划 都是有他的目的的 那么 并且让人成为这个 上帝的子女的 希望能去赞美神 那么在 创造人之前的这个天使 他原本也是去赞美神的 但是他因为违反了 他们因为没有完成那个上帝创造 他的目的呢 所以呢 他是被甩入 因间 他是受咒诅的 就是说创造人之前 就是有这个撒旦的作为的 所以呢 你们一定要知道这个顺序 一定要具备这个信仰的根本的 比如说有很多的人呢 他们 不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一直去求别的 没有这个结果的事情的 你们原本现在应该是扎根 应该是去按照上帝创造人的目的去行的 但是你们却没有按照这个目的去行 没有按照这个处司 没有按照这个 这个基本去行 而是一直是飘着的 去求别的 就像扶贫草 是去求没有目的的一切的 所以呢 那基督徒们是不能得到胜利的 哈利利亚 今天我们所念到的这个 以福所书当中的这个话语 三节至第六节当中也讲到 比如说在以色亚书37章当中呢 也讲到 我为什么要创造这个人类呢 我是为了来 神是为了来让人类去创造的 在以色亚书第43章当中呢 也是这么讲到的 那之外呢 也是有很多的 就是希望人来创造 去赞美神 神创造人的目的 就是为了来赞美神的 因为天使长呢 他原本是来负责赞美的 但是他是失去了他的这个职责 他没有去做自己应该去做的事情 所以呢 他的职责 他的这个职称被夺走了 所以呢 他是被甩在地上的 他不知道神的全能 他不知道神的智慧和神的能力 因为他是自我陶醉了 他就觉得我是最美的 我是最好的 我是这么美丽的 我是没有瑕疵的 他自己想要这个荣耀的 但是他却是受到咒诅的 如果没相信 就热烈的过张巴水的 要过于神 因为他不想去完美自己的 这个信仰的 他想去变成神 所以呢 他是受到咒诅的 我们每个人呢 都要回顾一下 回头看一下自己的信仰 你们不要去爱想要过 安逸的这个信仰生活的 在上帝里面呢 你们一定要拼命 你们一定要获出你们的性命 就算是再痛苦 也要去按照这个上帝 创造人类的目的去生活的 那么 为什么有很多的人 他们不能体验到神 不能遇见神呢 他们是不知道这个方法的 所以呢 他们只是去求别的 他们为什么不能放下这个 不能放下这世上的荣华富贵 不能放下这世上的一切呢 其实那是因为 他们没有看到上帝是如此的 是有更大的这个荣耀的 他们还没有明白 有的人呢 他们就 有的人呢 他们去看这个电影 边吃着包米花 边看电影 边看电影 他们不会在哪里打瞌睡的 但是为什么在 听到的时候 他们是会打瞌睡呢 那是因为他们 还没有完全认识神 他们只是知道 耶稣基督的名 但是不知道 耶稣基督的这个大能 还没体验到 耶稣基督的大能 人不管是相信还是不相信 人不管是认证 还是不认证呢 这个世界呢 正在走向这个末日的 耶稣基督 再次的来到这个世上的 再临的日子呢 已经是很近了 如果你们不努力的话 那是不行的 你们一定要知道 如果你们不努力的话 那是不行的 我们的上帝呢 创造人 的时候呢 是按照神的形象来创造的 但是在创造这个 天使的时候 天使长的时候呢 创造天使长的时候 他也是非常非常美丽的 他是没有辞职的 所以呢 他是自傲 他是堕落的 我们的上帝呢 是为了完成神的这个主权 全能 因此神的这个全能呢 是来审判了这个天使长的 然后呢 神呢 来把自己的这个主权呢 来给天使看了下 说 你们看一下 你们自己是不是真正的全能 你们是否能当神呢 我要让你们看一下 你们是不能当神的 然后呢 神又创造了人 让通过人的赞美呢 来给这个天使看说 你们看看 就算不用你们 我也会创造更美的 更好的这个人 来来赞美我的 神呢 从前是希望通过天使来赞美他 但是现在是希望通过 这世上的人 生的子女来赞美神的 我们 这些人呢 是被创造的这个目的呢 是一个真正的 是惊人的 蒙福的一个 是一件事情的 你们看一看 你旁边坐着的人 你们看一看 是不是 你刚开始见面的时候 是有些改变呢 你们看看 是否你旁边坐的是 一个非常优秀 或者是非常不好的人呢 你们看一看 现在你们的旁边 是坐着什么样的人呢 在宇宙万物当中 是最高贵的 最神圣的 才是坐在你旁边的人 我们相信 就在你旁边的人 现在坐在你旁边的人 就是一个最高贵 最宝贵的人的 所以那人类呢 在被创造的时候呢 就本身是一个非常高贵的 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的 当然现在我们是 因为在罪恶当中 我们是变得非常的悲惨的 但是在这所有的锻炼当中 试炼当中呢 我们是得着荣耀的 你们知道天使的 这个权能是多么大吗 多么大吗 但是天使呢 在上帝面前 他就是没有这个权能 没有能力的 因为他的荣耀 并不是很大的 并不是最大的权能的 上帝的荣耀 天使长这个米 米加尔 那他其实也是一个最大的 是有非常大的能力的人 但是上帝呢 就是给他们看到说 你们虽然是说是天使长 但是你们的能力还是有限的 我们应该知道 上帝的这个权能的 所以呢 再往后呢 你们在与别人来做 就是说交流的时候呢 你们不要说是 说拿着非常骄傲的眼神 说哎呀 我比你长得好 我比你有能力 我比你有什么 了不起 你们不要拿着这种表情 去对待别人的 你们绝对不要忘记这些 所以呢 是有这个崇高的这个目的的 通过这个崇高的目的呢 上帝是为了来 神是拿着这个崇高的目的呢 来创造人类的 所以呢 这些人呢 是按照上帝创造人的目的 去生活的话 那么他就会永永远远 来与神同在的 天使长 他就算是再有能力 再有权能 他就算是再怎么了不起 但是他是不能与神 坐在同时吃饭的 他们只是一个 呃 就是 伺候上帝的人 但是我们作为上帝的子女呢 是可以与神 坐在 是可以同习 是可以同习 是与神 是一同在那里的 我们并不是他的侍者 我们并不是上帝的什么 呃 仆人 而是说是上帝的子女的 所以呢 有的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拿着这个 自豪感的 你只要你心里 不是说拿这个 骄傲 而是说要拿中这种 是作为神的子女的 自豪感 去生活的 我不知道时间 为什么会过的 变 过得这么快 讲到的时候呢 我都觉得这个 时政都是在飞的 我现在刚要进主题 我怎么觉得 时间过得这么快呢 现在开始主题的 怎么办呢 已经没有时间了 我现在开始要快一点讲 所以呢 创造的目的 先创造人的目的呢 你们现在不说 是相信耶稣的吗 那么 那么你们看一下 你们 看一看 你们说是基督徒 你们的生活 是不是按照上帝 创造人类的目的 去生活呢 摩西呢 他在以色列的时候呢 他是以色列的 这个属灵的指导者的 摩西呢 在旷野 他在旷野 他在死之前呢 是 把这个迦南的 七个部族呢 就说 这个迦南之地 是在河的哪一边的 他呢 是可以看到 这个迦南之地 但是他并没 神并没有预计 他可以 是进到 这个迦南之地的 那么在 在摩西死之前 上帝对他说什么呢 神对他说什么呢 说 我是 是与你约定的 但是我不能 让你进到 迦南之地的 因为 因为你的百姓们呢 在那里 在别的地方 他们是没有荣耀神 在那里呢 是 纷争 他们诽谤了 上帝的荣耀的 所以呢 我虽然是给你 约定过 但是 我是不能让你 进到 那个 迦南之地的 上帝是 这么拒绝 这个 摩西的 就是说 刚开始说 你们要如果 通过了 这个属灵的训练的话 那么你们是可以 进到 这个迦南之地的 那就是说 他们呢 没有通过 这个属灵的 这个锻炼的 因为他们 没有按照 上帝的 这个创造 他们的目的去做 而是他们 自己在那里 纷争 他们自己在那里 按照自己的 想法去做的 所以呢 他们是 没能进到 迦南之地的 那么 摩西呢 他们也能进到 迦南之地的 这个原因 就是在这里的 他呢 原本应该是 按照上帝的 这个荣耀 去按照 为了去 显现上帝的 荣耀去行 但是他们 并没有显现出 上帝的荣耀 他们在哪里 不拼不满 他们在哪里 这些纷章 所以呢 他们并没有 进到这个 训约之地 这个迦南之地的 这个人生呢 并不是说 按照你自己的 想法去生活的 那是说明 你没有 认证神 你没有 我们的信仰呢 并不是自我满足的 信仰 而是说 满足上帝的 这个目的的 信仰的 所以呢 我们要快点的 从这个当中 走出来 在上帝来 在上帝来指明之前 我们点明之前呢 就快点要 我们自己 要明白我们的 快点从这个 罪恶当中 走出来 撒旦呢 他们并不是说 一开始 就是在地狱当中的 而是说 撒旦呢 他们一开始 其实是 这个天使 是在神的 最旁边 来伺候上帝的 但是他们是 后来因为 没有完成 没有按照 上帝的这个 目的去行 所以呢 他们是受走主的 在撒族上当中呢 讲到呢 以色列的 这个十二个部族当中 便亚敏 这个民族 并且在便亚敏 这个家族当中 最弱的一个 撒族呢 他原本是一个 非常软弱的 但是上帝呢 神呢 让他成为 这个王的 在撒族上 十五章当中呢 也讲到 这个扫罗呢 他是 不知道在哪一瞬间呢 他是突然是 变得骄傲的 他是 是想自己 来荣耀自己的 他并不是说 要去荣耀神 荣耀上帝的 而说觉得 是要显现 自己的能力 和自己的这个全能的 所以呢 当时 在成为这个 属灵的指导者 撒末尔 他就 他对撒末尔说 撒末尔 你 希望你能 在别人的这个 在别人的面前 你能给我点面子 我能 我要在 我要在荣耀神的时候呢 希望你能 在别的面前 别人的面前 你能给我点面子 然后呢 你如果给我面子 我就会去 赞美你的神的 那么就说 不知道在哪一瞬间呢 就说他所求的呢 并不是说是自己 上帝的荣耀 而是说 想表现出自己的这个荣耀 和自己的能力的 他原本是 有信仰的 但是不知道在哪一瞬间呢 他是要按照自己的 就显现出自己的荣耀的 就像我们在这个每月呢 直到最后呢 我们一定要 是按照上帝的这个目的 上帝的这个去行的 以色列的民族呢 在所有的列邦 当中呢 列国万盟当中呢 以色列人 他们是被拣选的 这个百姓 他们并不是说 因为强大 他们是非常渺小的 其实他们人数也是小的 他们也是软弱的 但是上帝 是特别拣选 他们为百姓的 那么上帝 为什么拣选 这个软弱的人为百姓呢 因为是通过这些软弱的人 他们来得到胜利的时候呢 会显现出上帝的荣耀的 那么别人就会说 他们虽然是软弱 他们是非常 虽然是没有能力 是渺小的 但是他们是得着了 这个胜利的 如果没有上帝的同在 如果没有上帝的引导 他们是不可能得到 这个胜利的 就是说希望通过 他们这些软弱的人得胜利呢 希望得到这个认证的 在十世纪 第七章当中呢 也讲到 在当时呢 有三万几千名的 这个百姓 他们呢 也是在哪里打 有三万两千人 那么 三万两千人 你们 如果你们这些人 得到胜利的话 那么你们会觉得 是因为你们人多 势力的 而 觉得是你们自己 是你们的胜利的 所以呢 我现在呢 为了来荣耀 上帝的荣耀呢 我希望你们要回 就说 回一些人 当然不希望三万两千人都来 而说神来拣选了一部分人 非常 极少的人呢 那么说你们想回去的人就回去吧 那么三万两千人当中 两万两千人是回去的 那么三万两千人的这个 信者当中呢 其实真正的想 战争的人呢 其实只有一万人的 两万两千人 他们都是回去了的 那么 一旦发生什么样事情的时候呢 就可以看到你的信仰的这个 最基本的 那么这一万个人 两万两千人都回去之后呢 只有一万个人在那里留下来 上帝就让他们 就给他们 与他们同在 希望看到的呢 是并不是需要 现行他们的能力 而说希望 上帝的能力呢 来与他们同在的 神呢 就选 最后呢 又在那当中 又拣选了三百个人 在三百个人呢 就在那里吹脚 耶和华神呢 就使用他们 那么大家想一想 这个三百个人 与这个几万个人 一起来 打的话 谁会胜利的 当然是可能是说 是人数多的人会胜利的 但是 这三百个人呢 他们是得到胜利的 因为这最后 剩下的三百个人呢 并不是说 要来显摇自己 而说真正的 为了来荣耀神的 这些人的 这些三百个人呢 才是其中的精华的 那么可以说阿满吗 你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是什么呢 是为了来荣耀 上帝的这个 全能的 是图保罗呢 在加拉太书当中 加拉太书第一章当中呢 也讲到 我现在 到现在为止 我所做的一切呢 并不是说 为了来荣耀 就是为了来 让人来 喜乐的 我是为了来 荣耀神 希望神 来 得到喜乐的 我并不是说 要让哪个人 得到什么 喜乐呀 或者是希望得到 他的认证的 而是希望得到 上帝的认证的 那么他在和我 所做的事情 并不是说 希望得到 哪个人的称赞 或者是别的表扬 如果你们想得到 别人的表扬的话 那么你并不是上帝的 这个仆人的 如果说希望得到 别人的这个表扬 或认证的话 那么那只是一个 撒旦所希望的 所喜欢的 这个行动的 不管是你们的行动 还是你们的言语 不管是你们做什么 不管是吃还是喝 不管是做什么 不管是是死是活 不管是做什么呢 所有的一切呢 都是为了来荣耀 神而来做的 这才是信仰的 开始 才是信仰的 结束的 用主的名单语 你们每个人都能明白 有的人呢 别人 哪一个人不表扬 他不认证 他就是不去做的 比如说 唱诗班在前面 唱诗班在前面赞美 这是为了什么呢 是为了来荣耀上帝的 是为了把所有的荣耀 都归于神的 并不是说为了给在座的 这个观众看的 是为了来赞美荣耀神的 就这样才是真正的 神所喜欢的 唱诗的 比如说现在在前面 讲到的这个人 并不是说为了 得到哪个人的认证 或者是得到哪个人的表扬 或者是得到哪个人的 这个认同呢 而站在这里 讲到的 那么比如说 我站在前面去讲 去附和谁 就说让谁高兴 或者是让谁 喜乐的 让哪一个人高兴 或者是让哪一个人 得到喜乐的 这个讲到的 这样的话呢 我并不是按照神的 目的去生活的 就说我是为了 来让谁喜乐呢 是为了让人 还是为了来让神 或者是来 让撒旦喜乐呢 这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说大家 来做侍奉呢 说我今天去侍奉 是不是牧师会表扬我呀 或者是谁来表扬 表扬我 认证我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的用心 其实是 虚有的 是虚途的 只是这世上的 这个侍奉者的 但是你就算是 去打扫这个卫生间 就算是别人不认证你 就算是你很累 就算是别人不表扬你 但是你想 这是上 神呢 现在来查看着我 神来会认证我的话 这样的人才是 真正的基督徒的 都是这样的 神呢 说这个法利赛人 他们是虚假的 说是伪善的人的 他们在 就说别人面前 就说显示给别人看的人 都是非常好的 他们所做的呢 都是为了能得到 别人的表扬的 那么这些假冒为善的人 他们如果不是做 这个别人表扬的事情 他们是绝对不会做的 他们每天 意识的只是人 并不是上帝的 他们在以色列的律法当中 他们去 教导这个以色列的人 他们原本应该是 指导者 以色列的 属灵的一个指导者的 但是他们却是 假冒为善的人的 其实现在 在这个世上呢 也是有很多这样的人的 你们一定要 好好地去分辨 绝对不要受 骗用作的名罪 大家绝对不要受欺骗的 一定要分辨好 在所有的方面来看呢 就说 我是基督徒 因为我是基督徒 如果我不是基督徒 因为我是基督徒 所以呢 我就算是受点损失 就算是别人误会我 就算是别人说我 但是因为我是基督徒 我还是要那么做的 在以福所书当中呢 讲到呢 在基督里面 你们因着神的做工 神与你们同在呢 耶稣说是就是是 耶稣说不是就是不是的 那么我们在所有的一切 都是在神的这个荣耀当中生活的 我们在说阿门 阿门的时候呢 都是把所有的人要归于神的 基督徒们呢 是说 是认证耶稣基督 是认证耶稣基督的名的 是说所有百分之百 要按照上帝的旨意去行的 不管是做什么事情 我们都是为了神 为了耶稣基督的荣耀 为了能荣耀神呢 我们去做一切的 但是有的人呢 他们是为了来荣耀自己 为了来显示自己 白显自己的 希望能得到别人的表扬 这样的人呢 这是一个撒旦的 一个使者的 现在呢 我们不要 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再绕远了 我在成为牧师之前呢 我在就说信主 刚信主的时候呢 主呢 来赐给我方言之前呢 在那之前之前就是我刚信主的时候呢 刚信主 刚去教会的那个初期的时候呢 主呢 给我的这个话语呢 就是说哈利路亚的 当时呢 牧师们给跟那个圣徒们打招呼的时候呢 都没有说是哈利路亚 但是我呢 不管是遇见谁都是会说哈利路亚 并且接电话的时候呢 也是说哈利路亚 所以呢 那个牧师呢 也是受影响 他们后来互相问答 问好呢 也都是说哈利路亚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讲出这个哈利路亚的 因为我每次讲哈利路亚的时候呢 我都可以感觉到神是非常喜悦我的 所以呢 我不管是遇见谁 我都是会说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的 接电话的时候呢 我也会说哈利路亚 打工 打工回家的时候 与我的妻子回家的时候呢 有一次我们在饭店打工的时候呢 客人一来呢 我就 本来应该说欢迎光临 但是我 无语当中可能说了这个哈利路亚的 可能是说习惯了 我们的主 主呢 刚开始来给我的这个话 就说 要来让我赞美神 不管是说什么话呢 不管是唱 赞美 还是吃饭 不管是生活 不管是做什么事情呢 都是要为主而活的 并不是为了这世上的富贵荣华 你就算是吃 也是为了神 不管是在吃玛拿 吃几十年呢 也是要感恩 所有的事情都是感谢神的 人并不是为了吃玛拿而生活的 就是说 是为了来荣耀神而来生活的 是为了按照上帝的目的 创造人的目的去生活的 这就是基督徒的道路的 所以呢 我们不管是出什么样的事情 都是哈利路亚的 我们要张口的时候呢 刚张口 就是说每次张口呢 我都会马上说 是哈利路亚的 如果你们不这么做的话呢 你们生活 是有什么样的目的呢 我们是为了来赞美神而创造的 为什么你们的表情是那么 没有一点的喜乐呢 我们一起来说 我们活着 能活着 这就是一个哈利路亚的事情的 就算是争吵 然后和好之后呢 马上会说哈利路亚的 因为如果没有哈利路亚的话 那是不行的 不管是什么样的事情呢 都是哈利路亚 不管是什么样的事情呢 都是在神的恩惠当中的 我能呼吸 这也是神的荣耀的 但是有的人 可能是说 我因为做了 我因为努力了 我是因为我努力了 才这么做的 这是自傲的 礼拜结束之后呢 在吃饭的时候呢 在礼拜结束之后 吃饭的时候呢 你们不要去说什么减肥 怎么怎么的的 美容怎么怎么的的 吃饭的时候呢 也要去说 为了神的荣耀 为了能显现出上帝的荣耀 你不要说 哎呀最近我 我现在长肉了 所以呢我要减肥 所以呢我不要吃的 你长肉了 你就长肉就行了 你不要曾经说 什么减肥 怎么怎么的的 总比那些 嗯 饿了昏倒而强吧 瘦就是瘦 胖就是胖 胖就胖点 瘦就瘦点 那有什么呢 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 按照上帝的荣耀去行的 虽然我不能做 但是上帝是能做的 所以呢我是没有关系的 你要去医院的话 你要去医院的话 就去医院就可以的 但是呢 我是按照上帝的荣耀 按照上帝的引导去做的 并不是说是为了 因为去医院呢 也是有上帝的这个计划的 去医院的这个目的呢 都是也是按照上帝的这个 计划当中去的 要改变你们的思考方式 是的 我也是吃药的 我也有吃药的时候 为什么呢 因为为了神的荣耀 因为我不是神 因为我不是上帝呢 所以呢我也是软弱的 我是知道我也是软弱的 我也有时候是吃药的 我也是吃过药的 因为我不是神 所以呢我并不是说 我不是我不吃药的 因为出生之外是没有别的神 出耶稣之外是没有别的拯救的 为什么有的人 就像是自己像神似的 他想 他就像是第二个神 第三个神似的 自己想得着荣耀的 你们知道我要说 要讲的是什么意思吗 我们只是上帝的子女 上帝的仆人 我们是神的仆人的 没有神的恩惠是不能去生存的 没有神的恩惠的话呢 是不能发一点的光的 你们可以说阿们吗 就算是去医院 也是为了要去荣耀神的 因为我不是神 因为我可以再次的证明 因为我不是神 我是软弱的 所以呢我是为了去荣耀神的 沈牧师呢 比如说沈牧师没有吃过药 没有去医院 所以呢我也是神 如果说这样的话 那简直出大事了 这个恩惠是错误的 你们可以明白呢 牧师和在座的各位呢 所有的人都只是上帝的子女的 我们都是弟兄姊妹 能得到荣耀的 能得到称颂的 只有我们耶稣基督的 只有我们的拯救主神的 拯救主神的 除神之外是没有 可以得着这个荣耀 和得着赞美的 为什么有的人想去偷这个神的 这个宝座神的荣耀呢 那难道你是第二个神 和第三个神吗 我回家之后呢 也是这是一个平凡 真的是一个平凡的丈夫的 我可能在前面讲大的时候 我会大胆的说 但是我回家之后呢 我也是说会煮咖啡 会打扫卫生的 如果我不去做的话 我可能会被我的妻子 赶出家门吧 并不是说 我回家之后 我还像个牧师一样 我对我妻子说 你应该说安门 如果这样的话 我可能是没到几个小时 就会被她赶出家门的 我也有我的软弱 我是知道我的软弱的 我一回家呢 我的妻子呢 我就知道我非常厉害的 我的妻子是不可能 允许我在回家之后 也这么威严的 所有的人呢 你们在教会 在神面前 你们应该是注重的 就注重这些礼 那回家之后呢 你们要去做 你们该做的事情的 因为时间关系呢 今天不能全部都讲完 往后呢 我们还要去讲的 所以呢 你们不要太 觉得自己是 太有能力的 你们不要太自信 就算是别人 被别人欺负 就算是被别人吐唾 但是我是为了 来荣耀神而去行 这是与人是没有关系的 不管是别人认证不认证 别人表扬不表扬我 这都是没有用的 不管的 我只是来跟随主的 我们所相信的主 我们所信的主呢 都是全能的神的 使徒保罗在很多的 这个痛苦当中 在很多的这个修止和痛苦当中呢 他还是去传神的 这个福音的 那是为了来荣耀神 为了能让神喜乐的 就算是别人来鄙视我 来给我痛苦 来压迫我 但是这都是没有 我都没有关系的 只是为了来荣耀神 只是为了来得到神的喜乐的 就算是在逼迫当中 我也要是怎么去做的 使徒保罗 就是怎么去告白的 好 我们一起喊耶稣三生之后呢 一起来祷告